欢迎大家回到澳门瘫台EP495集 我们今集来讲两篇网上的文章 今天两篇都是关于婚姻的东西 第一篇是没有主题的 我看了一下主要是 讲一下他和他老公相处有什么不满的东西 是不是类似这样啊 是吧 一会儿来看看相处有什么不满 讲完不满下一篇是一位男事主 没有什么不满的 反而他和他老婆应该有多恩爱 所以他出了一篇文章告诉大家 我和老婆维持十年感情 是有些小技巧的方式 他列了一些点 十年啊 很多人 说长不长是短不短 可能误出了一些普遍的人说生存技巧 我家我喜欢拖地就拖地 喜欢洗碗就洗碗 从来没有人困住我的 老婆叫我都不会 我都叫我没有洗 我都要去洗 是的 我每个月都要给一万元交用他 他说少一点都不行 女人收声 付钱你就洗吧 你敢不洗我就骂死他 会不会是这些呢 一会儿来看看吧 听之前先来邀请大家 给我赞我们支持一下 给我们动力 YouTube听的可以订阅我们 按钟帧 新闻就立即通知你 YouTube Podcast 还有Spotify 给我们五星好评 B站听记得一键三连 和关注我们 谢谢 左下方有个IG平台 和微博平台 可以让大家投稿感情烦恼 和奇趣的故事 上面有投稿文章 下方说明欄就会看到相关的连结 还有什么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都会看的 很多谢YouTube和我们超级感谢 还有B站和我们充电的朋友 已经有219人和我们充电了 多谢你们 K老师和阿荣都开了小红书 大家记得去关注他们 谢谢 还有也宣传一下 如果有需要的私人一对感情咨询 都可以去我小红书首语 可以看到详情的了 谢谢 第一篇交给你 是的 是女事主来的 她说跟老公今年3月多就结婚了 但现在已经觉得很累很累很辛苦 跟她交往之前 她自己一个租屋 因为是那些旧的屋 蛇啊漏水啊 那这些屋那些墙呢 又是木材 即是木板 有些百艺的问题 她应该意思是说 她老公有一间屋 在出租给人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是吧 有一间屋 哦 在出租 应该是 出租给人 应该是 可能是这样 是的 她说以前是女朋友身份 就偶尽帮一下她的 那现在是老婆 那这个忙呢 没得不帮吧 就是一定要帮 那老公呢 就很省家的 那些什么防水啊 油漆啊 什么铁皮啊 铁肠子啊 清理的虫呢 那她都是自己做的 那为了省这些钱 那我常常要跑上跑落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出租的那间呢 是那些 算是唐楼啦 那没有电梯啊 还要是五楼啊 那之前帮她买那些 防水材料啊 那整天跑上跑落 那一天呢都要走四五次了 那她呢 自己本身呢 工作地方呢 就离那间屋很远的 每天呢 每天都要开车上班呢 都要五十分钟 那收工呢 都要一个半钟的了 那工作的内容呢 都不轻松的 那在公司呢 就要处理一堆雜事啦 那整天呢 就那些 整天被人派去出差啦 那就因为呢 我 为什么呢 就因为呢 事主呢 女事主呢 懂得开车的 所以就被人派去做这些 出差工作啦 她说呢 是一些传统产业做的 那新水呢 一个月呢 是只有三千多元 是的 这个最扣 就是这个3.3k 是三千 不是 不是三千多元 三万三千 是的 这个台湾的文章 大概 大概多少 七八千元 左右 我认为 3.3k 3.3k 就是三千三 3.3k 不是 3.3k 不是千 1k 是一千 3.3k 3.3k 就是三千 没理由三千多元 那麽少 它不是在台湾 没什麽其他地方 不知道 可能它打错 可能人工都不是比较高 不是多 是的 靠健保 请假那些费 就应该没什麽钱了 自从结婚之后 那麽我很喜欢吃些美食的 那省度一个月 就去吃200元以上的餐厅 2到3次 那麽都没什麽花钱 投资是自己的 那麽老公就很喜欢看我 打扮得飘飘亮亮 那麽皮肤 那麽一麽 那麽觉得很配他 那麽 那麽为了配合他 省钱呢 那麽我又不投资自己 又怎麽样去扮靚呢 那麽不花钱去做 面膜怎麽漂亮呢 皮肤又怎麽保养得好呢 那麽只吃是不行的 那麽 那麽现在工作赚到的支出 就要用这些 那麽家的生活用品了 那麽老公呢 出门呢 就不喜欢打银包的 那麽有时呢 三餐在外面 都是我要给的 那麽呢 那麽他工作很有空的 那麽 那麽只是日日翻半日工 那麽 那麽那麽回家呢 就打下电脑 哇 一个月呢 就拿成六万多元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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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上班都累到一隻狗 每天回到家都靠近7點 還要把握休息時間 我11點左右就要逼自己睡 因為第二天6點鐘要起床上班 放假我都會想保眠 睡一整天 老公就會說我 你這樣說我聽說很廢不上進 我為了努力給他看 我工作不是三分鐘熱度 我就去搞自己的副業 最近就花了很多休息時間去研究副業 假日又研究 放工又研究 還要很努力地執行這個生育計劃 經常跑去婦產科 看醫生 副業又研究要花不少錢 這些都是花自己賺的錢 老公沒有半點給我的資助 甚至每個月 都要問他拿不到三千元的零用錢 今天跟他出去吃晚餐 兩個人花了一百八十五元 老公說前幾天又給我一千元 叫我去買單 我就很生氣 他就說那一千元不是你給我當零用錢嗎 為什麼又要是我給 那零用錢跟沒有給有什麼分別 他就很生氣 回家就拿了一堆錢 提款卡就丟我 我以前是丟人 我也想被人丟一下 都可以丟一下 我應該接得住 一丟過來 找一千元 五百元也好 一丟一張卡過來接住 多謝 是呀 發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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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就說我不管錢 發脾氣 發脾氣 發脾氣說話 他還要規劃以後 Bang 有沒有錢住院 有沒有錢買房 他覺得養我已經覺得很累 還要養到一個小朋友 他養不起 可以吵架 有兩夫妻 但是我每個月都沒有怎樣問他拿錢 研究副業的錢都是自己出的 之前出國玩 為了體諒他 租房子 那間房子 就是剛剛說過 那間房子用了很多裝修錢 體諒他 你老公用了很多錢去裝修 自己主動拿了兩萬元給他 他說 我為了185元 跟他吵架 我跟他說 我最近花了很多錢 希望他體諒我 老公聽不入耳 他覺得我 為何可以這麼沽寒 說我沒有人可以 支助我 他自己有誰可以支助他 但他又問大家 覺得合不合理 覺得自己做老婆 做他老婆 已經很累了 假日要補免 已經覺得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說到這裡 那就是什麼 沒有人要的人用錢 那麼受氣 那三千元就不要 吃飯就叫他 兩個人185元 你就除了二 除了二 一百八十元除了二 每人九十元 五元我還給你 我給九十元 你給九十元 拿錢來 沒有太多 然後就說 好了 所有的AA制 你都不參加那些什麼 免得 他叫你付一千 然後又是你付 你付一下 也付超過那一千元 就是幫他付那些錢 還有一件事 他那個租屋給別人 他做房東 他自己要打理家 可能那些什麼裝修 他想省錢 我覺得可以 這件事是可以的 那你就做吧 但是他租給別人 那些錢有沒有給你 他有沒有分一半給你 你這麼幫忙 一起在那裏整個房子 單單抬抬 他租給別人的月租 有沒有分一半給你 沒有 沒有的話 你幫他幹什麼 要不就是這樣 你幫他的時候 你很辛苦 然後結束 好厲害 然後給他一張單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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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算月薪還是什麼 時薪就是這樣 月薪就是另一個價 要算 不用錢嗎 你好像說到 有個人幫忙 天經地義 說真的 如果他那個老公 不是這樣 全都算 什麼都無所謂 我覺得老婆不算 都可以的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他有這麼多東西 跟他算 那你就跟他算 你看看誰頂不上 我覺得是這樣 計算 大家計算 所有東西都計算 每一樣東西都計算 那些什麼 家裡所有的開支 什麼東西 全部都計算 他不喜歡戴錢包 你就自己留在這裏洗碗 就是吃東西 啊 我不認識他的 他給了自己一份 我給了自己一份 我不是很認識他的 你自己搞定 他要做到這麼絕 他就是看死那個女士主 他發了晦氣 他就會甘心命底 繼續做他那些 那些什麼 不用錢 就是孤雷 又自己會賺錢 回來 他其實最好 連那三千元都不用給你 你自己 最好自己運錢回來 請我吃飯 我自己存一堆錢 他存一堆錢 有沒有你的份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是沒有 都是這樣看 你又怎麼看 我覺得他 你說生小朋友 暫時沒有生住 唉 我差點說 你們好像 剛剛認識了三個月 就結婚 給我感覺的 是啊 好像什麼都未 你敢練三月 我計了現在七月 你什麼都不認識的 你跟他好像 結就結了 沒得叫你立刻分手 我想你應該都想走下去 不是你也不會跟他做馬 好像剛剛K老師這樣說 譬如說 街頭勢務 其實如果你量化那個錢 其實一個小時 未必不止 一個小時頭的錢 就是可能你清潔 那些 你試試找個人 全職去做這些事情 可能他真的更辛苦 比你出去打工 這些事情 是的 譬如你說 你在外面找一個 六萬多元一個月 一個老公 你試試 你回來做家務 如果你覺得 做得辛苦的 你覺得外面運錢輕鬆的 你是不是應該 給回家用 給回家用老婆呢 如果不是的 你覺得我做得很輕鬆 不如你辭職去做 你不要外面運六萬元 總之是一個家庭 兩公婆 還有一個是 做家頭勢務的 除非你說 你請工人 請工人 你也要付錢 你不是叫他做 你回來做義工 你幫他裝修 那些東西 你請過 那些裝修工人 也要付錢 那他的老公 就 哎 整天好像 諾叔那樣 覺得這些 我不搞 你不搞 你遲早忍不住 你就會去搞 我就會看死你這樣 所以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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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 叫做聰明一點的方法 先不用發財 可能你這次就算 我給 但下一次 他給你一千元 那你就問他 我想問這千元 你是給我零用錢 還是 像上次那樣 這個是我們的 餐飲費 問清楚 嗯 你問清楚 這個是 到底你是給我的 還是 這個是餐飲費 如果是的 我就記下 這個是餐飲費 不是零用錢 你就沒有給我零用錢 餐飲費 我就記下 然後就吃了多少 吃了超過 然後就跟他說 沒有了 我們是不是要再加錢 還是怎樣 你們有沒有共識 到底你們 結婚之後 吃飯的錢 到底是誰給 還是一起給 我都看不到 我覺得很模糊 你們沒有談過 好像 我老公沒有錢包 你先給 那你不喜歡這種感覺 你就跟他聊 你跟他溝通 不一定要吵架 我們跟他聊 其實我們 記了婚之後 我們以後的 洗費 譬如我們出去吃飯 其實你是想我們怎樣 譬如 我負責吃飯的錢 你負責家的水電費 你是想這樣 還是我們什麼都AA 還要有一個方法討論出來 但是 為什麼沒有討論 可能 一來你沒有想到那麼清楚 二來是 那個很度叔的老公 他當然不想談清楚 談清楚 不就是要付錢 他當然最好 就蒙蒙蒙蒙 你先給吧 我今天沒有帶錢包 每次都是這樣 你以為他故意不帶錢包 你試試他跟朋友出去吃飯 他會不會不帶錢包 這麼懶惰 當然如果他要面子 一定會帶錢包 除非他對他的朋友 也是這樣 不記得一大 下次吧 下次再給回來 下次再給回來 你跟朋友吃飯 真的要給回來 跟老婆吃飯 不用真的要給回來 所以他真的故意這樣做 所以應該要跟他聊一下 說真的 兩夫妻聊一下生活 怎樣洗肺 很正常 不用覺得尷尬 你說跟朋友聊一下 就說尷尬 你說跟一個 說真的 譬如阿力也試過大學 可能有室友 可能有些事情都要總要 譬如 沒有理由 譬如 公用廚房買個洗潔精 都可以聊一下 大佬怎樣 我們先夾錢 然後出個公數來買 還是說我每一次買完 大家夾錢 都是這兩個方法 不是那些錢從哪裏來 我偷嗎 那我不偷 你偷吧 為什麼我偷 大佬 總要有 那些洗潔精 怎麼出來才行 你也要有個方法買 你買就不外乎 是夾錢 還是夾一個公數 在那裏扣 我想不到其他方法 可以怎樣 自己 拿家屋那些 對 怎樣做出來 我都想不到 還是 由得他自然風乾 或者你跟老公 合條數 每個月 每人拿多少錢出來 那我當是 那些 整個家裡的開支 不夠就 補一些下去 這樣會好些 我覺得他老公 都是看四 他不會說 不會說 說一些晦氣說話 就得人 那樣 老公說什麼 什麼 看四 沒有了 你 頭三個月 都被他知道 這樣 我覺得你暫時 你唯有 努力搞一下 你的副業 就是 拿回少許 話語權 到時候 你的副業 搞定 有些喜悉 賺到錢 可能賺多過六萬元 那你就大回頭 我外面 一個月要賺十萬 你回來做生意家務 我不做了 就是這樣 還有你下次不要太傻 幫他搞租屋 那些事情 下次他叫你去做的時候 你不是說很累 沒有空 你不是說 照直說 你這份工作可以 回半天 我這份工作 做得很久 你就直接說 然後你不是說 他說 你不幫忙嗎 你不是說 真的幫不到 你不要算算錢 算錢很傷感情 大家兩夫妻 你不是說 真的幫不到 真的很累 我上次幫你 又幫了 不是不幫你 我上次幫了 我累了整個月 都還沒回復到 就是因為我從來 都沒有時間休息 沒有時間可以 放鬆一下 我不是不努力 我是沒有你那麼勁 但是 我就是沒有你那麼勁 才找個好老公 打算可以嫁給你 可以 有人照顧一下我 就是這樣 你就說這些 當然沒有我 那樣說得那麼兇 你就說得有點 我就是這樣 很差 你就示弱一下 我搬一次 我累了整個月 然後又上班 又沒有精神 搞不定 這次我問你 今天你勤力一點 或者你多分幾天搬 就這樣說 你不要那麼傻 去幫他忙 你留下時間 你覺得他自己在搬東西 你自己在發展自己的副業 不要被他看死 就算我覺得 如果你其實是不喜歡 發展副業的 那你就不要做 你做你一份工作 就算夠了 現在怎樣 說真的 你對得住自己 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管 他那些 你很廢 你有多廢 你又有上班 有什麼廢 上班還不夠嗎 還想怎樣 上班也很累 不過我最後 最後搞不定的 聊不定就是 剛剛結婚 壞了 一年也未夠 看看要不要來一來 又沒有小朋友 千萬不要跟他生兒子 還未計算 因為生兒子 那些都是你給的 那怎麼辦 全部都是這樣 你在醫院那裏生兒子 剛剛生完 唉唷 血血了 醫院交費 我沒有帶錢包 你下去交交 是嗎 那怎麼辦 那你快要在床上休息 還要自己走下去暗機 到時你那時候是心涼 即是覺得一股寒意 我往外人生都是這樣 有時真的沒有想清楚 沒有看清楚那個人 就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當然可能有時片面之遲 不知道那個老公 有沒有其他事情 是做了為了老婆 但這裏不討論 因為他沒有說 可能有些事情 那個老公會覺得 我付出了很多 怎樣怎樣 可能有些 不知道 有時的文章很有趣 可能我老公 現在住一層樓 是那個老公給的 他沒有說過 現在他住哪裏 他說過老公有地方租屋 可能他老公認為 你嫁給我 然後有一個地方住 可能這裏的月租 起碼都值差不多 一批東西 那你怎麼都要出那五千 我不用你出那五千 是吧 可能是這樣 可能老公的想法是這樣 即是覺得 我已經住的地方 我已經令你無憂了 那你在吃方面 你幫我付出一下 可能是這樣想 那老公 但這些你怎麼知道 你兩個溝通一下 好嗎 即是我不是說鼓勵 有地方給你老婆住 你就要這樣吃人家 吃一塊本 我不是鼓勵這件事 而是我說 男人有可能這樣想 你要跟他溝通一下 怎樣才是一個 你們覺得平衡舒服的位置 因為兩個收入不平衡的時候 你當然要談些方法 令大家都覺得舒服一點 沒有理由 結婚之後 老公覺得很舒服 老婆覺得很辛苦 我覺得這樣很奇怪 我覺得這樣很奇怪 我覺得比較正常 就是要是兩個都 平衡一點 兩個都 一個稍微辛苦 比現在辛苦一點 另一個舒服一點 是否平衡一點 那你兩個都很開心 應該大概是這樣 是吧 是的 那我們進入下一篇 婚姻會有很多問題 剛才說到另一篇 就是有位男事主 跟大家分享 和老婆維持十年感情的方式 我們來看看 大家學習一下 他說 他就說 第一段感情能夠維持十年 是真的非常不容易的 尤其是彼此間 還有滿滿的愛 每一看到老婆 都會覺得 很漂亮 放心 一來就賣很乖 當老婆看到 可能他老婆有看 這篇文章已經是其中一個手段 他有分別的主題 第一個就是要時時感恩 他就說 無論一起多久都好 都要感謝彼此為愛付出 沒有人做那些生活的瑣碎事 就沒有完整的感情基礎 感恩是懂得珍惜 哪怕是微不足度的小事 都應該保持著這個心態 愛情是付出 不是索求的 彼此都願意為這份感情付出 只是一句 多謝 就應該也不難的 多謝 有利真好 我覺得這個 他稍為說得 有少少 怎麼說 太過寓意 具體一點 具體一點就是 可能 有時候 好像上一個故事 我老婆做了很多生活瑣碎事 很多納納納納納 現在不是一定要你的愛人 捐贏了神給你 你才覺得他很愛我 這個很嚴重 把身體是一個器官捐給我 不是這樣才是愛的 可能他日積月累 為你做很多事情 辛苦做事回來 立即煮麵給你吃 幫你打理家頭世務 不用工作完回來 還那麼辛苦 又或者他體諒你 可能你日後 雖然回到半天 但你回到來 其實受到很大的精神壓力 你可以放鬆 我幫你做家頭世務 可能是一些很瑣碎的事情 你做一件 一天裡面做一件的瑣碎事 微不足道 不值一提 但當這件事是日積月累 長大十年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得的 像我們跟Lick King 我做這個台 你都知道做同一件事 要不斷做 其實是不簡單的 是 保持著每天做這些事情 因為你說我們錄一集 可能很簡單 我們都認同 在錄一集 可能我們就是看一篇文 聊天而已 是不是 但是 每天做 真的不簡單 做下去才發現 我們快要500集 最簡單 譬如你家人每天煮飯 還有一個 媽媽每天煮飯 每天想怎樣煮 你真的很煩 對嗎 好像我們電台一天 看這麼多文章 看完後 要回覆給你們 回覆 都是不簡單的 對 有時候我跟Lick討論 我們 可能 有時候 不是怪你們的意思 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就是說 你們不知道我們背後 有什麼努力了 可能我們沒有說 可能現在可以說一下 順便 乘機說一下 我跟Lick討論 原來大家都有這樣的共識 尋找新聞 或者尋找一些文章 有時候真的尋找很久 我們 不是說我隨便撿一篇 就說 有時候 如果隨便撿一篇 可能會很無聊 說完之後 就會覺得 我們找的時候 也要想 我們有沒有一些東西 可以發揮 說到有些笑點 然後又說 這篇東西是否值得說 有時候找了半天 找幾天 即是幾天的意思 就是工作 有空就看看 有空就看看 有記掛著 還未找到 明天說什麼 其實有很多這些東西 是在裏面的 這些時間成本 可能 舉例 可能做家務 可能想 原來這樣 用這個牌子好些 紙巾 或者這樣煮的菜 又好些 這些東西 別人付出了 你們看不到 但是你要學會 感恩 我覺得說得很好 你想想 如果有一天 可能幫你做這些的人 突然消失了 其實你是瘋了氣 你說得簡單 第一 洗衣服不懂嗎 我懂 只是洗機洗 你以為你會洗嗎 你做吧 你這麼厲害 你說真的 洗衣服很厲害 你又要想 會不會掉色 又要分開 又要分開 又要想 有時沒有洗衣精 你又要買 又要計算一顆 一顆 計算一下 兩元一顆 一些是三元一顆 不如買食筒 又要想 這次 要不要吵多些衣服才洗 省水些 又要計算水費 又要洗完 還要浪呢 冬天浪三個 例如洗月糧 你累了 人想睡 但是 三個月 一個小時後才洗 不是 先洗一隻 你要浪 一個小時 又不可以睡 有些人 沒浪過衣服 就不知道 想 洗了 算了 不浪 不浪衣服會臭 明天你也忘記了浪 一收工回來 忘記浪又要洗過 因為不一定會臭 但是有可能會臭 如果衣服太久不浪 他長期保持著 剛剛拼好衣服的巢 你浪之後 衣服會巢 所以最好是洗完馬上浪 所以有很多 你不做過 你不知道 其實有很多麻煩 所以如果身邊有人 為你做這些琐碎 立刻感恩 立刻暫停一下 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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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繼續說下一個 下一個就說 不論色讚美 不要太孤寒 讚多些 他就說法治內心的稱讚 即是 他是一個讚 一個笑容 一句說話也好 不單止令對方開心 亦都是跟自己說 你的眼光不錯 換言之 你讚對方 證明自己選得好 這個老婆 他是這樣的意思 他說 有些說話 雖然很辱罵 但是 你兩個人三眼門說 有何不可 嘔心下彼此 都是一種樂趣 把對方當作皇后 那你就是皇上 要把對方當作奴婢 你是太監 這句說得好 但如果對方是奴婢 也有可能是皇上 皇上是可以搞奴婢 應該是吧 是啊 太孤寒緊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這些不怕 誰敢擀住我 是吧 說歪理 總之 你當他是一個人 那你就是人 你當他是一些 呼呼喉喉的狗 那你就變成狗 的確我覺得 我認為稱讚人是好的 有些人很少稱讚人 不知道是 可能特別是亞洲人 東方人 不像那些外國人 有時候他的反應 我們會覺得 偏激動 你必須這麼誇張 可能看到一樣東西 嘩 你做得很好 怎麼做 但是我的時候 小朋友突然拿著一幅畫 又不是畫得漂亮 但是他第一次畫的 給爸爸看 那些外國人就 嘩 很漂亮 你要厲害 那些畫家 不加索 他們覺得 一幅畫很普通 那些亞洲的父母 拿一幅畫來 哪裡要簽名 做什麼 可能是沒有反應的 可能是 所以有時候他做了 做了些家務 辛苦了 真的好 然後我 有這個老婆做家務 我真的唱得很好 唱得對 九個圈 就賺回自己 或者你說 你做這麼多事情 明天到我先做一下 你做一下 那他又開心 對吧 你互相付出 才是一個好事 別人做了 你就賺一下他 我覺得這個是好的 有誰不喜歡別人賺 這麼辛苦做完 好像又說回媽媽煮菜 媽媽煮菜完之後 你讚一下 下次他煮得開心一點 又樂樂一點 下次要繼續煮 剛剛想說 你讚還讚 你要讚 今餐挺好吃 你不要讚 這件事挺好吃 要不然你接下樓 那個星期 都只會看到這件事 你可能可以總括地來說 或者你可以用另一個方式 你會讚 譬如說今天我上去 哪個家吃飯 我才發現原來 人家媽媽煮的很難吃 那你反過來 讚自己媽媽 你讚完 你沒有讚他特別好吃 沒有讚哪一道菜 你讚完他這輩子煮的東西 都好吃 這個意思 有很多方法 這真是有庇考 當然你關上訪門 你朋友媽媽在旁邊 你不要這樣說 自己會做人 繼續說下一個 下一個叫親密舉動 其實不是床上的親密 才可以維持彼此的感情 親密次數少 都不一定是感情有問題 時間變短 可能是身體問題 平時互動上可以多些接觸 簡單 rebober 拖指摸一下 親密咖啡體 等等的 recommend 都可以重來維持彼此的關係 無論去哪些 我們一定會拖指摸 从早尾出門前 都會診一口 有時候她醒覺日會會cesso 或者某一天还没睡得很坏的情况下 就发现他会趁我睡觉的时候偷石 但其实我也会的 这个的确我觉得是有用的 但是不是这么容易做 特别是当你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 你们已经入了一个困局 就是你们已经习惯了 是什么鬼啊 别搞了 已经是一个这样的状态了 你就很难回复当初 因为很尴尬的 你就会觉得除了做爱 我不会疼他 已经陷入了这个 就很难搞了 这个怎样拆呢 我觉得一会再说 我先说你如果未陷入这个阶段 你就要继续维持 那些什么摇摇 那些多些做 不一定说很正式的 我们来摇摇 不一定是这样的 有时摇摇就一定是做的 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偶爾摇摇摇 没错 可能有时 他在做东西 做东西 他在背脊上抱一下 就问他在做什么 抱一下 不是那些心心拥抱 不是这样的 或者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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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已经是两夫妻 有时摇摇一些腰 一些比较亲密的位置 不要说好像失忧 很远的 搞什么 就要亲密一点 又不是摇摇你自己的老婆 所以如果真的陷入了困境 可能要靠其中一方 撒嬌一下 可能是某一次做完之后 你们做完抱着的时候 可能是你撒嬌一下 就是说很喜欢抱着 平时都想抱着多一些之类的 趁某些时候 你们某一刻亲密的时候 还抱着亲密的时候 你就提出一下 那你提出了 下一次再在日常的情况下抱着 就没那么尴尬 我之前说过了 所以说 你不要这样 因为为什么会很尴尬 就是你害怕你抱着 那一刻对方给了一个很恶言的反应 那你就会很难尴尬 但是如果你说了 对方应该不会有很恶言的反应 就多一点做一下这些 你说出门口前舍一舍 其实是挺好的 如果做到的话 昨天我看哪些新闻的冷知识 说一个人每天要抱八次 六到八次 身体的心就会健康 你就给这些冷知识去看 原来要抱那么多次老婆 不如我们试下来 每天都抱一无意识 突然觉得很想抱你 就抱一下你 抱一两次 慢慢地 把这些事加上去 让他知道其实抱抱抱是一件正常的事 多一点做 总之鼓起勇气 对方应该是不会大拒绝的 不可能 如果你在这种情侣或夫妻 想抱一下 对方都会说 你没办法碰我 我觉得你应该有些感情上的问题 如果你刚刚跑完背 很难骚髒 做完运动 整身汗就不抱你了 是 真的不会 真的很热 因为澳门湿热到很糟糕 你出到街上 那就真的不要抱一块 如果你想拖手 如果对方真的说 不是 很多手汗不拖住 这些可以体谅 是吗 情有可原 情有可原 去到有冷气的时候 就抹干手再拖 这些是关于天气的事 平时在家里的时候 你开着冷气凉凉凉凉 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多一点做 再有下一个 下一个就说 除它任性 举例 他之前买了一个堂椅 就是用来健福运动用的 买的时候 顺势旦旦旦地说 我一定会用 但是没有用几次之后 就拿来放衣服了 按摩椅永远都是用头一个月 按摩产品 我想按摩产品也好一点 健身产品应该更难 用来放衣服 后来又想买健身车 有前居之间 有前居之间 就那段拒绝 但是他就不断死皮拉链 我想买 最后就达成协议 他会坚持下去 承诺 所以就买了 不负众望 也成为了衣架 就是那个健身车 虽然偶尔就会拿出来 滋滋一下它 但是就有它 反正这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衣架 发文 铺这篇文章前几天 终于不是衣架功能 但是之后会怎样呢 我们再看下去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 有时可以买 这个应该是建立于 可能两夫妻 可能是一个共同的经济 不是共同的经济 是有一个共同资金 可能买东西的时候 可能买一些非生活必需品的时候 可能两夫妻会一起商量 如果老公 可能老公觉得 不是很实用 或者你不会用 但是有时 你就可以买 有时可能是一种 女人可能想 我买了就会减肥了 你叫我去健身房 很远的 我放在家里 我就随时可以减肥 可能是这样 他就想买 但是有时更多 是一种购物浴 你今天不让他买这个 他都会买其他东西 人总会 这些现代都市人 怎样都有些购物浴 自从有了淘宝 都很少说超过两个月 没有买淘宝 当然不是买的很贵 可能大大一点 还会买一些东西 有没有买过那些没用的东西 也有的 有时买它来货不对版 或者买完才知道 哎呀原来没什么用 但是这个市主举例 可能是一些比较贵的东西 但是可能适当地 用一些温和的方式 叫他考虑清楚 那他要买了 买了就 唉 就不要真的生气了 我觉得 是不是 都买了 回头说 譬如那些男人 我的朋友 唉 常常买一些高达模型 买完 又不继续 只是买了 是你的朋友吗 不是你吗 买他 是我的朋友 是的 他常买之前 他都会问一下老婆 他问一问价钱的 可能不知道是循例问 还是怎样 但是 那百多元买了 但是买他 他又不会说 你买回去也不继续 虽然老公都知道 买回去就不会继续 通常 通常布海关都会 价钱眨一半 是吗 我不知道他 但是买完之后 其实 就是 你不让他买 他有深思思 他觉得 这么坏不让我买 买完回去 继续是他的事 你让他买完回去 就觉得 心里面 多谢老婆 老婆大人 都是明白事理的 就算买完回去 不继续是他都让我买 是吧 有时 可能你不就当那样东西 你管他买高达模型 还是买健身单车 你不就当那样东西 是一个艺术品 等于今天他突然间 你终于不买模型 他说我想买一幅画 他不用用 买一幅画回来 就当我买艺术品 就是这样 你不用说 你买实用的东西 不一定要用 可能这样想 他会豁达一些 虽然当然 要你家里够位置放 如果还有位置放 便可以买 也不是等着 譬如要买个 当你几百一千好吗 不是等着几百一千开饭的理由 便可以买 就是这些 不要这样 就是 不断要 走到死了 可能大家 活得开心些 自然 对老婆好些 或者对老公好些 再说 下一个 最后一个 他说 保持幼稚 他说 在彼此面前 永远都是年轻幼稚的 爱情 本来就是不讲理的关系 相处间 互动 轻松自然就可以了 而人生中 最不讲理的年纪 就不是小时候 那种天真 无乃 随性 开朗 活泼 幼稚的自己 这个幼稚是对内的 不是对外的 他说 维持 不一定要克服 你说的 这么圆 或者生活 不容易 环境不稳去 但感情 应该是成为 调和剂 令到外在 压力释放 令到内心 有蜡烛的角落 相信这样的我们 无论 几个十年 都能够保持快乐 和幸福 我尝试理解他 他说 他说 不要尝试 如果你想保持着爱情 爱情 因为现在他在炫耀 他们两个 还是很恩爱 对不对 你想保持着爱情 而不是变为 一些类似亲情的东西 或者没有了爱情 你应该要意识到 爱情本身 就不是一个 讲理性的东西 对不对 不是讲道理的东西 爱 所以你不要尝试 用很理性 很讲道理的方式 来对待爱情 这件事 应该幼稚一点 好像上一个讲话 由得他买 开心就可以了 幼稚一点去想这件事 或者 幼稚一点 就是 就是 好像 刚才说 要赚多一点他 是吧 就是那些东西 嗯 这个 这个 怎么看呢 你说保持幼稚 我理解就是 就是有些人 就是要成熟一点 对外 就是 可能他上班要 一些专业 医生 律师 一定要整个成熟的样子 那这些是对外 对内 就是对着老婆 就是 你跟她的关系 不用扮到很成熟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随性一点 就是平时你对着老婆的生活 就是可以随性一点 喜欢的就是 吃一下一碗 揽一下它 帮它买一下东西 这些不需要 就是不需要说 我要扮 在人面前扮到 好像怎么样怎么样 很恩爱 跟他想怎么 就是跟老婆相处 就是 喜欢怎么 就是又随性 就是不要说太幼稚 就是不要像以前这样 就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买什么什么 还锋糊的 就是不是那种幼稚 只是比较活得随性 想遇到要赞美老婆的 就赞一下她 如果要疼她就疼她 不要把生活面对的压力 生活面对的条条框框 带到婚姻那里就不太好 有些人有个负面的例子 有些人是不如职场上 越做越高到管理层 每天都带着很多人敲黑面回到公司 做错了什么 很有威严、很懂管理 但她回到家 她放不下这个身份 她回到家依然都是管理层 又管着老婆 做得不好 依然保持着面口的态度 对于家人来说是很辛苦的 甚至如果她认识你的时候 已经是这样也好些 有些人不是 是认识你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你的人 但是你随着工作环境的转变 你必须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 但是你回到家 你不记得变回以前的自己 那就是有些问题在那里了 所以我说 随性一点 就是可能你要懂得分离 爱情这件事是不需要想那么多 应该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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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应该是要 就是要随意一点 幼稚一点 反而是爱得容易一点 虽然这个很原学 但是大家可以检视一下自己会不会说 哇 太 就是 一起久了 会不会太多一些现实的东西 就是想得太现实了 对于另一半 或者这段关系 可能反而保持幼稚一点 可能是会令到自己解放一点 下面的留言很多都说 很好找到一个这样的人 参考收藏 希望以后也有一个好的另一半 可以跟我一起执行 就是以上的一些做法 大家听完就觉得 有没有用呢 或者你们的婚姻 或者就不一定是婚姻 或者拍了很多的拖 有没有说 对啊 我缺了这件事 我尝试一下 或者你们有没有自己 对于 维持感情 维持婚姻的一些小秘诀 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例如那些什么 说对不起 那些 你没有理会了 说对不起 就是这些小秘诀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你没有理会了 你说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不行了 你不可以先结婚了 惨了惨了 有没有这些 男人无时无刻都要准备说对不起 你没有理会了 对不起 这些说起 很多理性的男人 就像我那样 很生气的 什么 跟你吵一件事 如果那件事是你比较有道理 那你赢了 你生气我就对了 你要生气这件事 如果我有道理 那我说完之后 你现在是什么态度 跟我说话 就算你对 你也没有那么用态度对我 我知道你对 但是你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这么恶 或者你根本没有恶 你很温和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这样在困扯我 暗示我 你什么态度 一说态度 你是混蛋了 你的态度很好 你是不是潤我 你的态度没有情绪 好像在玩扑克那样 毫无感情 因为机械人 你现在做什么 对我没有感觉 怎么都会输 你不用打算赢 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赢 就是双赢 只能够哄他 那你就由得他赢 他赢 这是第一个赢 然后你不用吵 那你就第二个赢 只有这条路可以走 虽然我说是这么说 但是这个很难做 我自己都未必做到 因为我都不是一个 没有去到这么圆滑的人 不过我认为有些人是做到的 那我们就向这些做到的人 学习一下 即是怎样可以 即是那句什么 即是那句什么 happy wife happy life 是吧 这句话很原学的 大家好好理解一下 这句话不是那么简单 要做到不是那么简单 很多听众应该都 即是他心得的 欢迎投稿分享一下 对 长的投稿 短的留言一下 可能你一句话 拯救了很多家庭 对不对 好啦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好 拜拜